現在時間是晚間六點半 再過一個小時呢 他們就要進行這個分營之夜 那分營之夜呢 他們是把這個國中跟國小分開 那我們來看看右邊呢 這一塊 右邊就是他們這個 國中的分營之夜的一個場地 那現在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大家剛用完晚餐 所以很多人在洗碗 在這邊呢跟大家介紹一下環境 然後有個小朋友在這邊 要不要跑過來 從哪邊過來的 苗栗 苗栗喔 幾年級 五三六 五三六喔 叫什麼名字 陳柏宇 好 給大家認識一下 他叫陳柏宇 新興國小的 為什麼想要參加同居 嗯 就是他到以前那邊 叫他衣服很帥 然後自己就想參加 穿制服很帥 對啊 喔 那你現在喜歡穿制服嗎 參加之後 你今天跑模組對不對 蛤 你今天有去戶外參觀 有 跟我們講講今天的心得 心得 對啊 嗯 你們不是有去六堆跟那個三弟們 嗯 我們去那個 原住民他們的地方 我覺得很興奮 然後他們有 然後我們一些原住民的知識跟 自成用語 還有教我們認識不如的原住民種族 好 我就覺得很多 謝謝大家 好 拜拜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正前方呢 就是大人分營 那大人分營 它就是在這個草地上 那其實大人科技大學非常的大 好 那這個草地其實你看 這個帳篷呢 其實 並沒有搭得非常密集 因為主要是他們場地真的太大了 那我們來看看 那左邊呢 是籃球場 那這次的這個籃球場呢 跟排球場 他們架了一整排的這個 新架了一整排的這個流理台跟水龍頭 然後現在大家都在希望 然後在 那棟建築的後面在過去呢 HELLO 有人在筆葉 在那個建築在過去呢 還有個大永分營區喔 然後還有大智 它是以智人、永、愛三個分營區來區分喔 那主要就是四個區塊 那大智跟大人呢 就是國中的分營區 那大永跟大愛呢 就是國小的分營區喔 然後現在大家來看看這個大智分營區 然後這是大營區的 這個營門的一個建設 然後是有一些羅浮同軍一起幫忙的喔 然後這也是呢 這個同軍很特別的地方喔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一群小朋友呢 他們在這個戶外的這個場所呢 來一起學習跟成長 然後在整個成長的過程呢 他們就會交到他們一輩子喔 可以一輩子交往的一個朋友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這個 這個同軍的小朋友 同軍的小朋友其實都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熱情跟活潑喔 那我們來看看哇 新竹縣的橫山國中做了一個 非常這個粗獷豪邁的營門 那非常有還蠻有他們的一個特色 那非常有還蠻有他們的一個特色 那今天呢我們也有一個參訪行程喔 就是到林邊鄉喔 那林邊鄉呢 他有一些農地呢 因為這個過度炎化 所以造成無法跟作喔 那政府呢 也為了幫助這些農民喔 所以鼓勵這個廠商 去跟他們進行這個農地的租用 然後來這個洋水重電 然後所以呢 我們今天在林邊就看到這個 很多的這個農地呢 架起的一面一面的太陽能板喔 那大家真的有機會可以來 南部看看 其實南部的太陽能光電發展呢 其實非常的興旺喔 然後呢 他們這個農民呢 把農地租給這個廠商呢 他們還可以每年有固定的租金收入喔 那另外一個功能呢 就是可以涵養土地喔 讓這個土地能夠這個 修身養息喔 讓他慢慢恢復他土地的一個養分 哈囉 然後呢 而且租約呢 一租就是20年喔 所以呢 這個 算是我覺得這個是登了一個 非常固定的一個政策 然後正前方的體育館呢 就是我們稍後呢 七點鐘 稍後七點鐘 國中的這一些 呃 分營區呢 要在裡面進行這個分營之夜 那分營之夜呢 就是每個 呃 每個分團都要出節目喔 然後會 會再利用分營之夜 進行一個選拔 那明天呢 那表現比較優秀的這個表演隊伍呢 明天就會在這個 全營區的這個 呃 晚會呢 再度上台來表演 那後天呢 就是我們的第四天 也就是活動結束喔 就是要進行這個開閉幕晚會 然後大家可以來看看這個 我們這個 參加童軍的小朋友 每個都非常的活潑可愛 這邊有兩個在 不曉得在幹什麼 我們來看看他們兩個在幹什麼無聊事情 嗨 你們哪裡來的 呃 萬丹國小 萬丹國小 萬丸 萬丸豬腳是不是 嗯 我問你萬丸豬腳為什麼那麼好吃 因為QQ的 QQ的 你自己愛不愛吃 我在屏東 為什麼每一個人 我可以吃他的肉 來大家都要買萬丸豬腳 為什麼 你說 不知道 我在屏東的耶 你不是屏東的 我是屏東的中正國小耶 那你也聽過啊 萬丸豬腳 我沒吃過啊 萬丸豬腳為什麼很多 那你們兩個不同國小喔 剛剛認識的 對對對沒錯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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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什麼時候認識的 過來 我們在童子軍認識的 大家都認識 認識多久 對 又打起來了 我們認識 一百年了 我們認識一百年了 注意喔 亂講 參加童軍多久了 嗯 很久了吧 很久了 很久了 五六次而已吧 五六次 那一年都不到耶 你剛參加 一年都不到 那你幾年級 一成二 那你們剛剛兩個在幹什麼事 我的二三四 我是二三三 你們剛剛在比什麼 比來比去 我來看你們在比一次 我看你們要幹嘛 我還真的打 趕快回去排練節目 拜拜 等一下分營之一要表演節目 不要亂動 好 那剛剛已經看完這個 大泳分營區喔 那我們來 繼續呢 往前走 我們來看看剛剛呢 從這邊走過來的 這個大人分營 他們的一些特色 那其實來到屏東呢 真的會讓人家感覺非常的舒服喔 雖然白天很熱 但是因為今天下午呢 意外下了一場雨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地面呢 都有些濕喔 然後有些呢 這個帳篷搭的不確實的夥伴呢 他們今天晚上就慘了 因為他們整個帳篷呢 他們可能搭 沒有搭外帳 或者是沒有拉這個飲水線 所以他整個帳篷就垮了 然後他們現在在求救 不知道最後怎麼處理 好 我們來看看大人分營的這個 瞭望台喔 是可以爬上去的 但是呢 我現在 呃 裝備太多 我就不爬上去啦 然後你大家來看看 這麼開闊的一個 草地呢 其實這個 帳篷樹 並沒有很多 所以就表示呢 其實還可以容納更多人 那今年呢 我們是將近兩千人來參加 好 然後呢 他們這個 國小是在體育館裡面 坐這個桌子吃飯 那國中呢 就是直接拿回他們的這個 營地裡面去吃飯 欸我拿出來沒有拿出來 然後這邊有三位 穿便埔 為什麼穿便埔 等一下表演 這是你們的舞蹈嗎 你們從哪邊來的 那一個國中 縣西國中 縣西喔 嗯 你們參加童軍多久 都是國中參加的嗎 從國小五年級就有參加 蛤 所以你們是社區團 還是國小參加一個團 國中再進國中的童軍團 對 縣西國小有童軍團 嗯 準備 啊你們團長帶的 帶的如何 還不錯 還不錯 好啦 在這邊跟我們 跟你們打個招呼 拜拜 好那我們繼續往前走呢 呃 我們來看看 喔 看到嘉義的牌子 嘉義的民生國中 哇 他的營地建設完全不知道 這個蠻有創意的 1 2 3 團長 哈囉 我現在正在錄影 可以了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 所以你們是民生國中 對 好啦 你們等一下表演什麼 我們離開了要錄這個東西啊 沒有要錄什麼 來 一排一排 一排一排 好來 攻擊爆 殺 一又一起啦 一一一一一回 真的是天啊 是天啊 非常的棒 謝謝 一二三 謝謝團長 拜拜趕快去練舞吧 好我們剛剛有講到 下午下了一場大雨 來看看果然呢 就有帐篷的尸体摊在这个草地上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今天晚上怎么办 然后我们看到云林县的曙光社区富士同学团 他们大家都穿黑色的 所以那个一定就是他晚上要表演的跳舞的衣服 然后他们这个营地建设不错 他们自制的用竹子做了一个晒衣架 好那对面的是台南市的新东国中 哇还有新营区公所富士同军团 然后旁边还有个大树国中 好那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边 我也要开始来准备今天晚上的这个分营之夜的一个 录影录音的一个装备 哇我现在回头突然发现了远边的云彩非常的漂亮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加入童军 童军生活精彩无比 拜拜